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的安徽 年人口流出900万 育龄妇女年均减少20万 9月底 安徽省司法厅发布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在这份意见稿的必要性说明中 关于安徽出生人口连续4年断崖式下降的内容 引发公众关注 该说明指出 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 2017年至2021年全省出生人口分跌为98.4万 86.5万 76.6万 64.5万 53万 年增长率为-12.1 -11.4 -15.8 -17.8 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未来 晚北出现出生人口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晚北地区受黄河文明的生育文化 农业经济等因素影响 生育率相对较高 在此背景下 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反聘 让有工作能力的老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 缓解劳动力短缺现状 好